好,我们祷告开始 祝我们谢谢你来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 学习你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 帮助我们从中学得智慧 学到教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我们今天来看第四章的 这个修道会 上次我们基本上把伽科顿讲完了 最后面大概有一点点我没讲 但基本上他只做一个总结 伽科顿会议在学术文化上的重要性 我想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详细讲了 基本上加克顿的这个大事会议已定 他开始进入另外一个 可能200年300年最重要的一个教会最大的转折 就是修道院 这边办修道会 修道院 应该都可以 他的英文是Benedict Benedict's Rule 他的规条 他的规则 在祖后53年 也就为整个修道院算是定下了一个 因为他写的这个规条写的之完整之好 那很多修道院就直接拿来参考用 他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道院的规条 我们来看这个修道院 这个书还有没有多 没有了 我在网上在哪里买的 郑主还是荣主还是哈利路亚书局 我忘了 Google搜一下 还可以买 还可以买 好 Benedict's and Benedict's 在第六世纪53年 就是500年 写下了他的规条 为的是要 为修道士 这些修道士的英文是monk 让你知道一下 中文是翻成和尚 他们不是和尚 他们就是修道士 让你知道有这个monks 指导他们的圣洁的人生的道路 the path of holiness 以及矫正当年的修道院的一些的问题 已经出现问题了 修道院 我们等一下会看 大概公元200多300年 就已经有修道院 修道士的一些 那在五个世纪以后 Bernard of Clairvaux 柯纳窝这个翻译也够呛 楼上有小朋友正在 制造造 制造喜乐的造音 Bernard of Clairvaux 他说在190年到153年 蒙召起来改革 已经陷入属世光景的 Benedict修会 所以是500年后 还是继续来影响他 这个Bernard 是加尔文最喜欢引用的神学家 或者是作家之一 不是唯一的 加尔文大量引用了古教父 也要跟你证明 他不是开创新的教会 他是把教会带回原有的正道上 所以宗教改革呢 不是推翻 他的原本目的 不是要推翻什么 他只是叫做归正 回来回到原路 那这个Bernard呢 他的这个影响 在对后世也是相当大 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的 他写的诗啊 或什么的 都是非常美的 那他是一个爱神的神秘主义者 我不太确定 他一定就是mystic神秘主义 但是他的确花很多时间 在祷告上面 那当时情况呢 驱使他进入政治与教会的 许多的更新运动中 Bernard也讲到 写作 名造一史 他当时非常有名 以至中世纪许多最出色的 拉丁圣诗 都冠上了他的名字 虽然不见得是他写的 这个Bernard 那其中一首 至圣之首受重创的圣诗 继承了基督教灵修 传统中最优秀的特质 出版的拉丁文版 源自于第十二世纪 路德会的圣乐家 Paul Gheart 曾经在十七世纪 把这个拉丁文翻译 德文 之后巴哈 在他的这个基督受难曲 基督受苦 圣诵里面 也唱 后来这位长老会 的Alexander James Alexander翻成英文 此诗内容 他们说是Bernard写的 我们也无法确定 一定是或一定不是 但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 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只是内容在默想神在十字架上 所显明的大爱 和蒙爱的人对基督受苦 所做出的回应 具绝动人心 我给你看一下他的英文版好了 因为我还是觉得英文翻得很美 中光哥发了什么东西 好转类点 是转类点 转类点 好的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他的英文版的 诗歌 我想你们都听过 我把字放大一点 听过这个歌 now scornfully surrounded with thrones thy only crown how pale thou heart with anguish with sore abuse and scorn how does that vestige languish which once was bright as morn what thou my lord has suffered was all for sinners gain my mind was the transgression but thy the deadly pain low here I found my savior tis I deserve thy place look on me with thy favor fall to save to me thy grace 很美 很美的歌 中文没有办法 也没办法完全翻译出来 拉丁文 也没办法完全翻译出来 下一句 what language shall I borrow to thank thee dearest friend for this thy dying sorrow thy pity without end O make me thine forever and sure thy fainting be Lord let me never never I'll live my love to thee 他最后一句话 很美 我很喜欢这句话 让我不要 I'll live my love to thee 我活的 我活的时间 不要超过 我对你爱的时间 也就是 我不要老的时候 不爱你 说白了 我现在很爱你 但是我 我活的时间 超过了 我爱你的时间 Let me never never outlive my love to thee 所以这是 Bernard给我们留下来 很美的一些的 诗歌 那我们的中文版 想办法再翻译 千万千万莫容我 离开 阻碍 偷生 有一点这个感受 所以让你感受到 修道院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我们这个教会历史中 他这一千多年的 给教会的贡献 不管是圣事也好 神学也好 我们今天读的 所有的圣经 都是他们抄的 没有这些修道院呢 没有我们今天 我们找基督教早就完了 在康斯坦丁 胡搞之下 皇帝进来搞 越搞越糟 那早就完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真正的 不管你是天主教徒 东正教徒 根正教徒 我们都对修道士们 有一个相当的感恩吧 我们不能说膜拜他们 绝对不敢膜拜他们 但是不敢神化他们 但是我们所得的所有的遗产 是他们给的 自从基督颁发大使命 给他的门徒以来 我们来看修道主义 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中 最重要的组织了 也带给教会最多的益处 从康斯坦丁王朝 到Reformation的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 一千多年 教会里面凡事与福音 最崇高 最高贵 最真实的目标 有关联的好事 差不多都是由一些选择过 修道生活的人所发动 或由那些受修道士 生命所影响的人所促成的 若说修道的生活 包括所有与世俗分别出来 并过着严谨自律生活的人 男或女 则这现象在近世代 在教会历史中也重复出现过 在当时的社会 修道精神所带来的一切真实的可敬的工艺 清洁可爱有美名的影响力 这是菲利比书里面的一句话 虽不及中世纪明显 但仍有其伟大的贡献 不说远的单独 我们今天现代的 Mother Teresa 我们大部分都还是知道这一号人物 她在印度大麻风病人中间的服饰 大概十几年前过世 也就是修道院是一个自古道经 不管你对他的印象是好是坏 他绝对是一个你不可 绝对不可忽略的一个教会历史中的一环 那reformed 改革中的人或者是根正教的信徒 就算是对修道主义的留弊 有一些违言 那我们也会提到 却也能肯定其不能抹杀的贡献 这留弊呢 我们长得稍微往后才会看一下 这修道院当然有他的不完美的地方 只要有人办的活动就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没有人能够抹杀他们的贡献 我们不会忘记reformation 始于马丁路德的修道经历 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 他的神学是奥古斯丁的神学 为什么还有1500年后 还有奥古斯丁的神学 是因为这修道院把它留下来的 不断的手抄读 当年路德加尔文 Thomas Kramer是英国的 Bishop英国的主教 Thomas Kramer Manus Simons 是美国的所谓的 你知道那个Amish人 很重要的一个领袖 门诺会 有的时候他们称为门诺会 这种与世隔绝的 去外面的好好自己生活的运动 以及其他改革运动领袖 决定于罗马天主教决列时 除了从圣经教导建立他们的神学观点之外 除了他们读圣经之外 还参考了众多这些修道院的作品 我刚才所说的 加尔文读了非常多的古教父 他绝对不是只有读圣经 然后就反对罗马天主教 他说众教父都反对你 你们罗马天主教已经走偏了 不是我们今天反对你 我读圣经反对你 众教父 这些修道院都反对你 所以他们很有支持力 就是很有影响力 立刻在教会里面产生这个改革的风潮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那种 唯独圣经 我只读圣经 什么都不读 他说圣经是这样写的 众教父也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天主教是错的 才把他整个的把它翻过来 特别路德与加尔文读 奥古斯丁 我们非常清楚 奥古斯丁的影响甚深 我们所谓的什么的预定论 或者是人生下来就有原罪 罪信 都是奥古斯丁这位大神学家 跟修道院的这一位 修道士奥古斯丁 所做成的整个神学的总和 奥斯不但是学问原博的神学家 也是帮忙着教会的监督 他也是经历同备的辩证学者 不断跟着辩论 他还创立了一个修道系统 原来路德严经与神学反省工作 由他奥古斯丁做修事时就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学上 做很多的思考的这种修道模式 灵修模式 不是我们发明的 是奥古斯丁骂名的 他的一开始 我们会看他写的那个confession 一边说他是忏悔认罪 其实他在写神学 所以又是神学 又是他个人的忏悔 他这个confession其实是任性 所以这种的神学思考产生的灵修 是至少对吧 三五四到四三年 一千六百年 这个不是我们谁发明的 是当年就有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边 网上的同学或者是 没有没有 牧师 Shaq 居到的这些人 确立了很多的人些 就是学习啊和敬拜啊 很多的这样一些仪式的或者流程的东西 那他们的这个 我这一下子就想到了 我们好像是中国的这些 应该叫monk嘛 还有这个修女啊 或者是尼姑啊 他们好像这中间有很多是 实际上是蛮相似的 有一些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有一些东西是这种离世主义 那它所谓我们等一下谈的一些流弊 我们的确也要注意到就是 修道院有它的这些的缺点 但这个修道院的精神跟佛教的这个还是 我说有一点差别的就是 可能是他毕竟读的是比你佛经好一点的圣经 好太多的圣经 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 还有谁 其实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念的是天主教学校 所以我接触过很多的神父修女这些 对 那个我不认为说他们都是离世的 不然的话他们不有这个学校 然后培育这些 我看过很坏的神父 我也看过非常非常近前的神父修女 对所以那个真的 所以可能不能一概而论 对对他有他的流弊 但我们要谈的先先看他的好处 而且特别是他不完全是出事的原因就是 他们有这个 他们虽然是单身不结婚 但他们不断的参与各种的善功 天主教到今天他们做的所谓的这个社会救助的活动 仍然是工作是远远超过基督教的 因为我们老师讲基督教的牧师薪水比较高 因为有他要养家 那这些神父们他们光棍一个 对吧他也不用什么讲家 他们的薪水相对是低的 那他们在教学也当作是奉献 所以天主教学校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 非常兴盛的一个教育体系 那他们也产生了 美国好几任的大法官都是天主教学校毕业 从小学中学到天主教大学 那这些人就像丁慧姐讲的 很多是受了这些修士修女的教导教育 那他们的教育水平也相当高 所以为什么 因为你不用回家替孩子烧饭的 对吧 不用回家忙其他事 你的时间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读经读书领修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会先来看他的这些好处 然后再来看一些 当然有一些坏的神父 也有坏牧师 所以不要只骂他们 这个 这个贵方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我以前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同事 他的背景是 基本上应该算是很reform的 因为他都是follow那个tulip的那个 但是他每一年他都会 不是每一年了 但是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去一个retreat 他那个retreat不是说像我们一般的那些中灵会下灵会一大堆人的这样子 他那个retreat是一个monastery 也就是在 反正就是在kentucky 也没有网络 对也没有网络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我其实我听起来觉得说 那真的就是说真的想要跟神亲近的话 你就是好像就是六根亲近 就真的就是跟和尚迷不一样 就是以示隔绝这样 yes 你知道我们的退休会原来施热记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子到底是ok的吗 还是说那只是个人的选择 没有说是对与不对 我觉得是很好的 他当然会有留弊 就是你去太久 你一去去半年不见了 那当然会让人觉得 ok你到底要怎么为主而活 但我相信每一年有几个礼拜 几天好好的安静祷告 我觉得是对灵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Protestate Reform的这个Retreat 你知道原文的意思不是逃跑 他就是退休 Retreat就是一个 我暂时离开世界几天 好好的读经祷告 听到 那给我们华人一半 我真的不是挑华人毛病 但我们华人的Retreat 通通就是几乎就是 很多吃饭聊天 Fellowship 然后我记得的Retreat就是 吃饭的时候 大家吃得很开心 跟好多人好久没见 吃饭聊 聊完之后 待会去打球 去湖边划船 钓鱼 然后晚上还有聚会 就是 有一点像是 Vacation 比较少一点的 我有一个下午的灵修祷告读经的时间 或者是早上七点起来 我们就是灵修祷告到早上十点 然后有诗歌 敬拜 听到后解经后 然后再回来继续 比较没有这个 而我也可以直接承认 就是我 我为什么不是很 在教会里面推很多的Retreat就是 我每次回来都很累 我并没有真正的好像 与神亲近得到充电 Retreat 而是更累 孩子也累 带孩子去 孩子也累 然后一家都回来都累 累了半死 就是 去旅游嘛 就是回来的时候 然后又回到人生 又回来煮饭 弄洗衣服 一堆的衣服 所以就 它并不是好像真正的Retreat 就是在那去玩的那种感觉 当然不都是 我不是说都是去玩 但是 感觉就不是那么的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其实是很羡慕的 有这种的 这种Monastery的退休的时间 是很美的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就特别多这些机会 我们教会就会带我们到乡下 住一个找一个地方 早上就是聚会崇拜 然后一整个下午 就是你自己读经的时间 祷告的时间 你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进食祷告 他有公益简单的伙食 可是你可以选择进食祷告 所以 就 我觉得在我高中的那几年 就跟祖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 这些的经历里面 得到很深的建立 那这种 我到今天还是很向往 这个偶尔的一年几天 几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之类的 这种的 I think it's absolutely wonderful 谢谢牧师 不谢不谢 但就是怕你一去就是半年一年不回来的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就是一个礼拜 对对对 那半年一年不回来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是抛弃弃子什么都不要 我这样子问 主要是因为那个monastery真的就是 通常一听到monastery都是跟天主教有关系的 然后他就是很reform的人 可是他就是去那边这样子 所以我是想问一下 然后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去的话 那是OK的吗 是OK的 可见你的那个认识的那个朋友是很知道教会历史的 也就是这不是天主教的独门 独家这个什么生意 这是众教父历教父 通通都是非常享受的一个 一个可惜 可惜我觉得我们reform或这个更正教就不太强调这方面的东西 这个出去灵修的这个 reform我觉得一直比较强调的是进入社会进入世界 我们要多了解文化哲学音乐 reform比较谈的是这些的这个 这方面的 但对于这个离开世界 我觉得谈得不够 我们往下看吧 这个我觉得这是 觉得这张重要的平衡就在这里 他说修道主义对教会影响之深远能可以从下列概述窥见一般 这些都为历大教会所接纳和依循 今天我们用本国文字读经 对吧 我们今天用中文读圣经 应当归功于当年创始翻译圣经的 Jerome 修士Jerome 他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成 罗马人读得懂的拉丁文 后来我们翻译圣经也都是这样 就是把圣经翻成我们读得懂 聚会的时候唱三一颂 刚刚的聚会王也唱完三一颂 乃是追随创作圣诗修士的教宗 如Gregory 五四年到六零四 后来你听一定知道中古世纪有一些歌叫做Gregorian chant Gregory的吟唱 它是很高的 整个教堂里面充满回音 很高的那个回音 它不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有节拍 它就是一个鱼音绕梁的唱法 那这是Gregorian chant 所以是贵格力开始的 跟圣伯纳就是Bernard or Cleveaux 他们开始这些的圣诗传统 不但是读也唱 我们专研神学 刚才也提到了阿古斯丁阿奎纳 当然不是只有这两个人 就给我们太多的这种神学上的整理 他把这厚厚的一本圣经里面所碰触的所有的哲学问题 社会问题 人生问题 救恩问题 全部做出整理 那这种工程是巨大的 也是你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做得出来 所以没有人再回去重新整理圣经了 他们已经整理完了 全部整理出来 甚至十七世纪 我相信你们都也听我讲过 这个叫做Strong Number 有一个人叫做James Strong 他出了一本叫做Concordance 经文会编 他把圣经的每一个字都编号 这个是希腊文一号 希腊文二号 希腊文三号 希腊文一千三百二十二号 所以你读经读到这个字 到底是什么字 你就算不懂希腊文 你打开这个Concordance 找到我今天读的马太福音三章二节 这个希腊文 他是希腊文三千一百二十五号 然后拿三千一百二十五号 回去翻到他的后面这一页 他告诉你这三千一百二十五号的 注释解释 不但如此 他告诉你三千一百二十五号 在整本新约圣经中的 哪一些经文通通出现过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使徒 罗马 加拉太书 启示录 都用过这个词 然后你再回去找这个词 哦 原来这个词在这个地方翻成这样 哦 原来这个词有不同方法 原来它有更深的含义 就是你一个完全不懂希腊文的人 你打开了James Strong Concordance 你基本就成了希腊文专家 这种东西他在没有电脑 没有任何科技 会编 就是找一堆人 所以你给我打开打个大桌子 所以今天就来这里编这个词 哪里出现过 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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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整个把它编出来 的这种研经精神 研究精神是我们 到今天二十一世纪都是自探不如的 谁这样子研经 你们哪个小组查经这样查法 谁有这种空 这种闲工夫一个晚上来查这个希腊文到底在那里出现过 没有 他们通通做完了 所以这种的你专研神学专研 全都要真的是感谢主 有这些 有人干了这些枯燥的事情 他就是整天干这个枯燥的事 让我们今天读经 学圣经 有很大的帮助 你想想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人 想要读圣经 你不懂 你真的是很辛苦 但现在有这些资料 帮助我们做了很大的 真的要感恩 甚至我们教会为宣教士工带导 求主赐福各样宣教士工 就会想到当年拓荒的这些修士们 Saint Patrick 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这条芝加哥的河要染成绿色 Patrick受了好多的苦 可以读他的苦 他受了好多的苦 被人敢 被人骂 把福音带到了爱尔兰 当年的罗马帝国管不太到的地区 山不管地区 这个太远了 罗马人在英伦岛屿上面 打了几次胜仗 打了几次败仗 所以他们在那边来来回 搞的也是罗马人在那边混得并不好 但是这个Patrick就去传福音 把军队做不好的事情 这一个单枪匹马的Patrick 驯服了整个爱尔兰人 他们到今天都记得 若不是有Patrick 我们爱尔兰人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蛮荒人 就是有Patrick 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感恩带得Patrick 当年来我们这边教我们认字 你知道没有文化的地方 他怎么会读圣经 你就要替他写字 替他翻译圣经 他的字都没有怎么翻 你替他写字 把他拼出来 然后把圣经交给他 这些蛮人受不了你 赶你走 你就走 然后再回来 所以这些Boniface 很重要的另外一个Boniface Cicero 他的弟兄Methodeus Raymond Law 这个是1233到15年 如果你对英国教会史感兴趣 你就可以读Venerable Bede 彼得 又对我们神所创造世界感谢 充满感恩 你可以读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他那首诗歌 大家也都记得 求主使我成为和平之子 在痛苦之处拨下愉悦 在黑暗之处拨下光明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开路前锋 修道主义并没有为基督徒生活 提供十选十美的答案 他不完美 It's not perfect 但你不能低估他优良的贡献 什么时候修道主义开始 对教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呢 要指出真正一个转捩点并不容易 不过在修道主义发展阶段 的确有几位重要人物 第一个是Antony Antony 这个好厉害 以后 后面我们会多讲他的故事 这张的后面我现在少讲一些 他曾为了寻找神 在公元27年里撇下了在埃及的家园 独自到了沙漠的边缘 我们可能下一次这张的结尾会多看他的故事 他是第一个 他有经过许多的属灵的挣扎 然后做出这个决定 帕古米亚斯可能他的朋友也是一位埃及修道士 在公元320创立的第一所公设置的修道院 他这个公设置就是我们集体生活 我们不再分你的东西我的东西都是为主而活 他也想要回到这个使徒行传那个反物公用 我们就是在这里一群人 你有的我也可以用 我有的你也可以用 一种community communal life 所以我们用的就是用这个词 communion 这个圣餐的时候是有这个词 就是commun 是我们一群人在这里一组 连结 一同生活 这个公设置communal的这个修道院 Antoni是自己去修啊 他可没有办什么修道院 他是自己去修 他躲在那里 据说他盖了一个塔 躲在那里去修道 很多人还是去来请他指点 生活神学迷津 然后这个盖的修道院 帕古米亚斯盖的是一个共同生活的 开始根据一些的指导规则 来过祷告的生活 Bassil of Cassaria 是Cappadocian the Fathers 很重要的加帕多加教父 他是之前我们谈三位一体的时候 神学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神学家 他在公元370年 给他属下的修道院 今天的土耳其 中东地区 写了一些的 开始写信仰准则 毕竟一起人生活就有一些 会有一些准则 早上五点起床 或者早上七点起床 就有一些的生活准则 我们咱们十二点吃饭 晚餐没有 进食祷告之类的 你会有一些的生活准则 人为今天东正教修道院所采用 亚大纳修 我们也知道 这个重要的神学家 他在尼西亚信经 加克顿都有重大的 基督论重大的贡献 可说是修道主义 崛起时的佼佼者 他是第四世纪基督神性论 最伟大的变道家 我们上一战已经谈过他了 他所著的安东尼传记 将修道主义纳入正统信仰 就是刚才前面的安东尼 安东尼 并且将东西方 零零种种的修道方式 做了详尽的介绍 还有Martin of Tours 在360 现在的法国 就是Tours法国 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 透过修道院工作 将基督教传入了北欧 成效卓著 又如法国南部的 这个 这个是Benedict的纪念邮票 这是法国 法国发行的纪念邮票 还有John Cassian 在第五世纪 写了一本 具有影响力的书 将东方修道院的精神 传到西方 以上圣贤 许多人都对修道主义 做出了贡献 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Benedict of Nersia 我们后来成为 St. Benedict 就是这一章的 主要的title 本尼迪 无疑他对修道主义 发现的最有利 其实最有利 这个中文翻译 我昨天读的是英文 今天读的是中文 The Most Powerful and Beneficial Influence 最有利 跟最有利的影响 他及他那些著名的教规 为教会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比如说他会警告 狂热分子 降温 你不要 三天三夜 七天七夜不睡觉 进食祷告 Calm down 上帝不是被你这样逼出来的 有的人就是 狂热分子就是 我要怎么样弄到 把上帝给逼出来 见见我 这种 Calm down 这个上帝不是因为 你几天不吃饭 就非得来见你 不可 不是这种修道法的 所以他会有一些的提醒 对吧 会失足 陷入诺斯底主义 就是所谓的存物质 存物质 存物质是这个 邪恶的 心灵才是 这个 纯洁的 那我们就 完全不过肉身生活 只管 心灵生活 他说这个也要小心 你不要 进到这个 我们就是灵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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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都不管了 为什么这些修道士后来要出离开 就是刚才丁慧姐姐讲的 他要把他从出世主义 带回入世主义 进到这个社会 办教育 办孤儿院 办这个麻风病人院 他们他要出来 也就是不让他们进入这个 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心灵纯净就好 肉体不管 幻影说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跟诺斯底主义有点类似 就是基督的这个身体呢 是幻影 对吧 那因为肉体是邪恶的 基督怎么会有肉体呢 所以幻影说 他就是保守我们这些 保护这些苦修派 弄到最后 你就是在那边 他已经几天在那里没吃饭 不知道 几天没睡了 不知道 他在干嘛 追求神 OK Benedict就给你有一些 嘿 嘿 冷静一点 不是这种修法的 OK 你不要进入这种 入魔的阶段 不要这个 不要疯了 然后面对那些强调 内在跟属灵亮光的运动 他力图保守圣经的权威 因为有些人天天有属灵亮光 圣经不要读太多 我告诉你 主昨天晚上跟我说 你能说不要吗 他读经祷告这么久 他已经信主这么久 他又天天在那里祷告 祷告祷告 已经 三个星期禁食祷告了 或是三天禁食祷告 他说主昨晚跟我说 所以听起来 他说的有点怪怪的 但你又说到哪 说不出来哪 不对 他这个属灵怎么会不对呢 他说读圣经 Benedict 说你要读圣经 不要忽略 不要忽略圣经的权威 你不要天天在那里有属灵亮光 然后又将祷告放进基督徒的生活 对吧 将你的祷告生活与你的工作 你的研究圣经 研究哲学 饮食 睡眠 日常生活连接起来 你还是人 所以Benedict给修道院带来一个稳定的stability OK 别搞出疯子来 别搞出狂人来 别搞出奇奇怪怪的宗教狂热分子 在这个层次里面我们来灵修 然后他提供修道生活的理想蓝图 成为后世许多圣徒 跟更新改革者追随的模式 他们在其中受启蒙 得鼓励有1500年之久 这个Benedict rule是 就是 有没有什么你到这边 讲到这 法兰西斯导华是不是假计的他写的 法兰西斯导华是不是他自己写的 我不知道 因为 以前你知道古人在写东西的时候呢 他不是为自己求名 所以他常常是说 这是我伟大的英雄写的 因为他受他的伟大的英雄很大的启发 比如说他一辈子受了法兰西斯很大的影响 他说我后来想到一首诗歌 我要替他写给他送给他 同感一灵 法兰西斯的祷告 所以是不是他写的 我们不太确定 但至少是他的门徒受他影响的人 有许多后来说 后来有许多的教会的书 他都后面加上一个叫做 苏斗 苏斗 魏 然后比如说他有一个苏斗 很有名的一个作家 迪欧尼西斯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早期教父 迪欧尼西斯 可是很多人就是奉他的名而写 他不是为我成名 我不是要卖书的 这是迪欧尼西斯写的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他写 因为他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书 但早期人在修道的精神 这个很好 这个理政对问题很好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在写书的 而现代人没有了 现代人都是要讲究这个 你要为你写的负责 别给我乱写 所以好问题 有没有别的 别的感想想法问题 牧师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 就是这个本尼迪他做的这一些 就相当于是有一些 在当时的情况下的一些改革 或者说一些校正当时的一些问题 所以才有了他后边的 就是所谓的 不光是说我们要纯粹的 遇事隔离的那种光 把自己放在修道院里面修行 不予整个的城市来去入世 是不是有那样一种情况 对 也还有一些我在想 就是跟我们叫礼学的那些东西 存天理灭人欲 好像这些地方是有一些 也有一些像类似的一些比较那种 有有也就是所有的宗教哲学里面 一定会分享到一些所谓的 普世恩典中的一些的 一些的领受 因为我们都作为人 都会发现 我在极其忙碌的生活 生意工作中 我没有办法思想我的人生 我的哲学 我在宇宙中的定位 一些重要的人生问题 就是忙忙忙忙 忙到最后赚了钱 然后每天就是心灵软弱 所以慢慢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发现 要是我能够安静下来 有一点安静思考的空间 安静思考的时间 所以不管是犹太教的安息日 或者是修道院的安息 或者是甚至其他的宗教里面的 这种打坐默想 人都会慢慢发现 一直忙一直忙一直赚钱 其实很空虚 那所罗们也发现 就是这个日光之下的 这些一切忙碌 真的是很空虚 到底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对吧 你有一百栋房子 一个晚上也只能睡一栋 就是那种感觉 他这么有钱 我还不就是吃这顿饭 其他的都是 我底下的员工大臣在吃的 我到底在忙什么 慢慢的 我觉得所有的在 所以都有一些类似的 这些感受 我觉得是正常的 那唯一 为什么我们要谈到 读圣经的这个工作 就是他有一些 上头来的启示不同的东西 那是会可以扭转一些 其他宗教没有的 一些的缺陷 谢谢 我觉得比如说 佛教的这个祖师爷 释迦摩尼 他也感受到了 这个世界的虚空 他们那个空虚感 他在那里默想菩提 下上默想 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对吧 真的是空啊 真的是 这我们在忙什么呢 他也感受到了这种 强烈的不满足感 对现世的不满足感 所以我想任何一个宗教 至少在这个层面上 是可以共通的 我不好 这个世界有罪 这个世界有苦难 我要想办法脱离 那想办法脱离 这个办法当然就不一样 基督教是基督 是基督为我而死 其他是他们自己的 靠修道而改变 但修道院就有一个 这个平衡 免得这些属灵亮光亮 亮就离开主了 所以他 Benedict就给他提供了一些 这些重要的平衡 Benedict在教会历史中 极其重要 可惜有关他的一生的资料很贫乏 他死后四十年 他去世的确实年份都没有人记录 Gregory I 曾将已过世一代著名圣徒 言行录写了出来 其中有关Benedict的记录 就是他所录写的一些资料 所以他是一个 你可以感受到他不太 他不写他的字传 他不告诉人他自己多伟大 他就是为主而活 加尔文也是他死的时候说 不要给我立坟墓 你给我用草席 最简单的这个埋葬 把我埋在日内瓦的公墓里头 不要立墓碑 我不要人来我的坟墓前 来纪念我 所有我觉得 所有的真正想要灵修的圣徒 会有一个 Yeah it's not about me 我只不过是为主而活 谁记得我 谁不记得我 What's the big deal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师 我觉得很美 Benedict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大概在48年到550年前 550年左右在罗马受教育 大约他们早期都是用circa 你会看到有一些 C 他会加一个C 就是告诉你 我们大概知道 48年550年 他们是不记生日的 因为每一次在圣经里 记得生日都是坏事 第一个生日是法老的生日 结果他那个酒阵就被砍头了 还是那个膳掌就被砍头了 没好事 生日没好事 另外一个生日是西律的生日 施洗遗憾就被砍头了 所以 Every time there's a birthday Something bad happens 所以早期圣徒不记生日 耶稣也没记生日 我们知道他死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他生的日子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寄生日 在圣经里面是 No It's not that important 我觉得读古圣先前的书 给我们一些 现代人一些反思吧 我老在那边 Happy Birthday 耶稣是 No 古人是 No I don't have a birthday I don't remember Nobody knows Who cares I am not that important 很有意思 我觉得对我们 是一个现代人 很大的一个提醒 有没有什么感想 以后不敢过生日 I'm not real service 至少我觉得读历史 就给你一种 对我们现代人的 一些的敲击吧 Why do we have to do all these things that we do 我们也没想过 反正就是想错 我觉得至少读古人 给我们一些 reflection 他在罗马受的教育 Benedict 引感时 当时事丰日下 大家都从这里开始 释迦摩你也是 我这个小王国 你们充满的痛苦 他就撇下了城市生活 搬到了意大利的乡下 Zubiaco这个地方 独自进修 后来他在属灵方面的体会 心得吸引了一些人 与他一同追求 据说他因此建立了 十二所修道院 每一所修道院 有十二个修道士 又有传说 他这都是传说 没有人 因为他自己没写 又有些传说 他有一些 曾与他一同追求的人 后来因嫉妒他而攻击他 人也认识了 这属灵的嫉妒真的是蛮恐怖的 我们都修道 为什么你当 你当修道院院长之类的 这种东西 人里头真的 这个是比 我以前讲七宗罪 也跟你讲过了 这比好色贪吃 这种属灵的虚荣 是更恐怖的一种 深深的罪 公元525年 Benedict从罗马南部 迁到Monte Casino 在那里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今天还在 今天还在到Monte Casino 还有St. Benedict的修道院 他著名的Regula Regula就是Rule 大概就在这修道院完成 是他从事修道院改革 做出的一些的努力 该准则很快就赢得 各地的支持 成为西方修道院的 归什么 这个是我归念 归商定 归念是不是 好像是念 能与之避美的 大概只有Celtic的修道院 Celtic就是 后来的这个 爱尔兰人 北边的Celtic修道院 该系统是 第五世纪由 St. Patrick 在苏格兰的 Iona的海岛上 创立的 所以他这个 Benedict影响到了 St. Patrick 然后在Columbar 将其发扬光大 这个由Columbar这个人 Benedict的这个信仰准则 在东方也受到修道院的青菜 甚至成为 青代 成为欧洲各地 成千上万修道院 仿效的版本 第二十二跟十三世纪的 这个 Benedictine orders 或者是Friar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有的时候他们称修道士为Friars 是用这个词 就是受他的影响 然后把他的这Benedict rule 再改了一下 也就是他的影响力之深 是每一个要开修道院的人 都得稍微参考一下 他到底写了什么 在基督教证实里面 没有人像他 史在资料这么少 但贡献却这么多 这真的是很难得 很特别的一个人 基本上是最重要的神学院院长 我们这样换今天的这个话来说 最重要的神学院院长 他的这个院长写的东西是 历代神学院都得参考的 这个 神学生活守则 那神学院呢 有一点像是修道院 在今天神学院 他就是你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好好把神学读好 操练灵命 准备好来侍奉 所以有一点类似 要了解Benedict的信仰准则 在修道 修道主义上的重要性 和修道主义如何影响基督教发展 我们不得不深入探讨修道主义 崛起的动力所在 这个了解会帮助我们明白 为何Benedict和他的这个信仰准则 对修道主义在中世纪的发展这么重要 他的这个背后心体的动力 只好下次再讲 因为时间快到 好 为什么会有修道院 我们下次再来多分析一下 好 星星 没开声音 星星举手了是吧 牧师 我要准备订书啊 刚刚谁要书 还有谁要书的话 我一起买好了 李正说你还要书是吧 灌篮要一本 要一本是吧 对 我要准备订两本 OK 那我就一起订了 好的 还有谁谁要书跟星星要啊 跟他跟他讲一起订 诊运费 对不起是什么书 牧师 就是我们读的这本 这本教科书 OK 已经有了 谢谢了 那我可以订一本吗 好 我订一本星星 好的 我知道了 那我一共我四本 我订两本 你们这边两本 OK 知道了 一起订省一点运费 好的 还有别的感情 你先帮我订一本 你也订一本 OK 好 那五本 太好了 我们 还有我顺便问一下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好像是改革中这边编的就是那个新 研读本 圣经的那个研读本那个大概是如果一个人买的话是70块钱一本 如果大家合买五本是60块钱一本 那个很好 那里面有很多是改革中的一些解释啊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大概有很好的这个解释吧推荐人家强烈推荐的我想我想买那个不知道谁有信 那你下次聚会后报告一下 这样多知道人多一点 好的好的 对对对圣经可以在大会上报告一下 对呀 这个他是叫星星什么星星星 星星以前我我们我买过那个教会买过一次然后很快就就就就就拿完了 哦 对 那个那个研读本很好说是那个那个改革中的改革中编的好像是对 好像有段时间是彭牧师你讲到的好像用的是那个圣经 好像是新一本他叫新一本研读是新一本研读研读什么研读圣经好像是 你可以在聚会后这个报告时间给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圣经一起点人多一点对 好的好的 好的我们开始这个很好的传统一起读经一起读书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修道院修道精神 这个我老实讲我自己是真的很向往这种修道院的生活 常常做这种梦就是去修道 但当然这个修道毕竟不是逃离它毕竟是一个还要你回来这个社会继续来在这里 还要入世啊 还要入世 入世的新教徒 所以我们这个这两者之间的拉扯是我觉得是应该会有的 这种渴望多花点时间与主亲近但是主给我们在这今生的责任是有的 而不能全部脱离 我觉得是应该好的一种的心中的这种拉扯吧 而不是只是为了每天忙 我办教育这个事情也是我相信真的就是主在感动 不是我而已 而是各地的基督徒也都看到了这个 不但要大人修道 小孩也要修道 大家都要一起 一起把这个圣经优良传统往下传 哲学要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读哲学 要不然你会迷路 科学要有基督教的精神来分析 要不然科学会进入无神的迷宫困局中 所以这都是我觉得修道精神 真的就给我们看到的 我们不能 不能说我们星期天读一点圣经 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回去干我的活 做我的生意 这个 这个当年的修道 我们下次会看这个当年的修道院兴起 就是看到这个教会里头的糟糕啊 属世的风潮啊 让他们也觉得是非常的痛心吧 才产生了这些修道院的这个工作 修道院也酿酒就怎么回事 为什么修道院有些会酿酒 修道院为什么会酿酒 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 因为发现你要领圣餐酒哪来的 原来是修道士每一天他们除了读圣经祷告之外 他还农耕 他耕作 修道院产的不管是麦子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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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龙根 龙根 他真的就是他们要养活自己 所以他不但是修道院产的麦子 他们产的这个葡萄 所酿的酒都是 因为他们用这个敬畏神的方式来做 就做了最好产品 所以慢慢的大家要买好酒在哪买 酒造院卖的最好 他们原来是要来盛餐用的 但这些东西他们麦子也是他们也按照这个安息年的这个想法就是地要有修根期 那这边要种这边要修根 所以他把它翻成换成这个三 他所有的田都翻成三块 今年这边种这一块第一块 第二块是刚收成的不能种 第三块要准备明年种 他有一个这样轮根 让这土地不会匮乏 所以欧洲的这些修道院就 他的影响力之大是他带来整个欧洲的稳定性 他带来整个欧洲的这个延续性 为什么欧洲这些蛮荒国家突然一下我们中国人突然眼睛一开 这些人怎么船都打进来了 我们这个千年古国帝国对吧 万邦来朝的这个天朝 怎么这些蓝眼睛的金毛人一下子 大炮比我们好 船比我们好 文字比我们复杂 我们所说的农历是倘若望编的 是德国人编的 修道事变的 我们的农历新年是德国人编的 你回去查很有意思 所以他的历史 他的这个天文 他的一切都比我们好 他是整个修道院一千多年 替欧洲建立相当稳定的一个体系 稳定的生活 不管从农耕开始到他的学术 读书 认知 教育 他把整个欧洲建立起来 在这一千多年之间 所谓的黑暗是黑暗时期 一点也不黑暗 而把一千年后 东方世界突然醒来了 发现阿拉伯原来以前 波士帝国以前的荣华 突然一下发现 这些欧洲人 彻底超越我们 What happened 不是盲欢人吗 翻邦 这些蓝眼睛的翻邦 怎么突然一下 这个修道院的这个影响力 是绝对超乎你想象 他的有利有弊 我们下次会继续看 他有他的流弊 但他绝对不是你想象的一个 一群修道士躲在那里 唱诗读经祷告而已 他们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 刚才提的对教会 对教育 对社会经济 对甚至所谓的这个 很有意思 他们强调共有财产 结果却提供了私有财产 最好的这个稳定基础 很反风 牧师 我们都觉得是西方的 这个近代的一些发展 是文艺复兴之后的 带来的结果 这个历史都是有一点偏颇的 文艺复兴是一群修道士 找到了这个 那个柏拉图跟 特别是亚历斯多德的著作 他的手抄本 那谁能翻译呢 就是这些修道士 因为这些希腊文没有人懂 所以这些修道士把 希腊文的亚历斯多德 翻成拉丁文 然后立刻产生了 这些学霸们 如阿奎纳 立刻发现这个亚历斯多德 难得的天才 我们要好好跟他对应对话 然后就产生了巨大神学贡献 这个文艺复兴 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 他是底后的 深深的根底 他的底蕴 是绝对是有的 也是由修道院 将近前面七八百年的一个整个的耕耘 所以他们太被忽略了 修道院在整个欧洲的崛起太被忽略了 所以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复兴了这个柏拉图亚历斯多德那个时代 对他把古希腊哲学搬回当代来问这个还有用吗太有用了这个东西太好 这个亚历斯多德问的问题真好 圣经都有答案 他自己没答案 我们有 我替你回答 圣经家写得可开心了 就是终于有人问对问题了 我们来回答 这种的提问精神成了整个西方科学 科学精神的最重要的根底 就是你要问好问题 You have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而且要问到底 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绝不可以压迫人家问问题的人 因为真理至上 这个真理至上当然除了西方以外 也是整个修道院的整个精神 他没有 我上次也谈过了 前两次也谈过 你不能由上面的人压迫下面的人 我是多年的教授了 你在这边乱算问题 一定是错 一定是我对 不可能的 在西方的哲学体系里面就是 年轻的人有可能算对 我这个老教授不见得对 他如果对 我就得安静听他讲 这种的西方哲学哲理精神 因为亚里斯多敢反对柏拉图 他作为柏拉图的学生 他就反对柏拉图 那在西方的精神里面就觉得 这是一个太美的精神 不是人的压力 不是人情 不是权威 就是真理 这种对真理的执着 在神学上 在科学上 整个的打破了 所有古帝国的荣耀的成就 他完全超越他们 永玲来问问题 我经过一个小小的Bible College那边有人说 文艺附近也把那个人文主义给提高了 就反而把神权给压下去了 这个是乱讲抱歉 你这个Bible College的这个人是历史没有学好的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Humanism 他以为Humanism是现代人所说的人文主义 不是 那个时候的Humanism叫做读原文 这种读原文精神 这个他当年叫做 他们这个整个的文艺复兴有一个口号叫做Advante 回到源头Fountain 回At 在他的源头上 所以我不但是要读书 我还要读原文 这个读原文然后重新翻译的精神 是整个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他们开始找古画 这些人是怎么画的 他要回去找他原来的精神 画画这些怎么画的 产生什么米开朗基罗的这些绘画 他对希腊的这个雕塑的重新研究 Advante 我们要回到源头 这个精神是所谓的人文 人文主义 Humanism 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不要上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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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ly not 它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 就是Readers 那这个对研究圣经太重要了 对吧 这句话怎么解释 充满了腐败的解法 我们来好好读原文 哦 原来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加尔文是最重要 加尔文跟路德是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 你是说他们是Humanism 他们绝对是最好的Humanist 他们就会 Oh my goodness 而且这个用词原来是非常称许的 他这个是 我们今天所说最好的学者的意思 学者 那他们称为人文主义者 因为他们是真正把人的文化 人的文字 好好的来做出的研究 提出的贡献 因为圣经到那之前 你们上次听那个陆中恩也提到了 太多的寓意解经 Allegorical 这一艘船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强盗的含义是什么 弄到最后 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解得出来的 弄到最后除了奥古斯丁敢解 谁敢解经 就像陆中恩讲的 弄到最后 撒玛利亚人跟强盗 到底谁是谁 到底有没有撒玛利亚人 到底有没有强盗 不知道 反正就是都是寓意 可是人文主义就是说 我们来读原文 哦 这个希腊文还有上下文 那我们回去找一找撒玛利亚是什么东西 哦原来真有一个城市叫撒玛利亚 我们去找历史回到 Fountain回到它的源头 哦我们 撒玛利亚怎么来的 有考古吗 有 哦去挖出来了 这种的人文精神是 今天的我们解经最重要的根底 我们不再回去奥古斯丁的那种 这个就是基督 那个就是教会 那个就是强盗 就是魔鬼 那最后到底谁是谁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牧师说的就对 反正你最属灵 谁敢抵抗你呢 可是人文精神就是 Hey let's read this 这个是希腊文 它有前后文 它有上下文 它有解经法 它有这个文法语句 罗马书不能乱解 它有语法语句 现在是过去是完成是 这是全都是人文主义 给我们提供的最美的一个工具 所以是文艺复兴最美的一个工具 牧师 这个 我不知道你这个人文主义 是正确翻译那个humanism 因为那个humanism的definition 如果你去check那个American的humanistassociation 就真的是就像 humanism is a progressive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without theism or without other natural belief 他们主要是从人的一个 到人提高了 这是21世纪的解释 所以我不知道跟你讲 这个人文可能有一点不大一样 所以真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为麻烦就是 你把现代的这个定义套回13世纪 它就真的就是基同鸭讲 然后你用21世纪的定义 定13世纪 然后说他们都是错的 就是 wait a second that's not what they were 的确是 但这个词也没有别的翻译 我也没有 学者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翻译 humanism how do you even translate that 就是humanism 那这个词就变了 对吧 你就发现原来这词不是个含义的 那后来变成另一个含义 中文的语言也是如此 中文在变 每大概十年 我都要学新句子 新含义这个词 原来是这样用的 所以我们要就是小心不要把现代的这个对人文主义的这个认知 套回13世纪 然后说这些人都是没有神的人文主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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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not who they were 好的 还没说好其他问题 谢谢牧师 是有个划分点 这个人文主义后来 这个特别有意思 后来产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牛津大学 这个巴黎圣母大学 然后后来剑桥也开了 然后什么德国海德堡大学 这些都是人文主义开的 原来都是来侍奉神 敬拜神的 就像哈佛当年是神学院 普林斯顿当年是神学院一样 那当年读哈佛读普林斯顿是多么受教会受人尊敬的一个事情 今天就是无神论的大本营 那你跑到哈佛去 你能够读出来还信上帝 真的是主的恩典保守你 就是这样 但是牧师他们有个规矩 就是学生星期天他们会进到教会去 作为一个仪式 都要穿的 女生要穿裙子 男生要穿戏装打领带 进去教会 几分钟然后再出来 是他们的一个仪式 哈佛去年请了一个chaplain 是无神论者 ADS chaplain 他留下了一些人文主义的一些的残留的一些的 caricature 但对真正的人文主义他们已经丧失了 产生了就是不要上帝的人文主义 很多年前他们已经过世了一个黑人 是个同性恋者 他已经过世了 幸好 所以也就是当你最后不要上帝的时候 你的科学 你的文学 全部自然崩塌 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己稳住自己的结构的 他并没有结构稳定性 是上帝 那整个文化也是如此 欧洲这些国家 应该是 应该是打到受不了 然后通通 你看中国历史 这个战国七雄打啊打啊 打到最后 秦国 大一统 然后后来每一代都是要搞大一统 因为 太多东西打啊打 他社会有太多不稳定 唯一的一个稳定性就是皇权 The Emperor's Power 这是唯一中国文化中的稳定元素 就是强大的皇权 镇压各地的各种声音 那欧洲应该也是 按照历史应该是他 对吧 这些小国家打啊打啊 打到最后 就是应该出现 拿破仑式的皇权 结果拿破仑也没把他真正征服 希特勒也没真正征服 他一直没有真正的那种 强大皇权的 对欧洲人的一个垄断 或者是统一统治 而各小国彼此之间的竞争 就产生他们各小国之间的 这个科技的极高的发展 可是他为什么可以保留 这种各小国的 这些国家真的很小 有的比密西根小多了 这些国家真的很小 有钱的不得了 就知道他到底是 他的稳定性是什么 他一个整个欧洲是这样的 他最后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体系 我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开出去 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 小心你要讲话 好有没有别的 这个其他的 我们以后再读吧 这些历史 下次再读 好张脸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谢谢老师 好我们祷告下课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从历史中 对我们今天的人 仍然带来启发 带来感动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修道 我们需要的灵修 我们需要花时间亲近你 主我们也不可忽略 这种与你亲近所带来的 许多属灵的祝福 也带来许多其实属世的祝福 你真的就是借着这样子的灵修 把福气带给不但教会 也带给全球每一个人 祝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自己 常在你面前安息 得到喂养 得到你主你的光 让我们在这世上 才能真正的做刚做炎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大家再见 再见 下个礼拜 再见 谢谢大家 牧师回家路上要小心 那个雪蛮大的 会会会会慢慢开 大家都小心灌篮也是 你这 他们还有 都不过 都不过 都不过